地上众生的心 化成慈悲心 化成了感恩的心 清静的小感動 地上众生的心 化成慈禁的甘露心 化成了感恩的心 各位菩萨 我们继续讲三慧经 现在是第二讲 当有想 当无想 不理想 当理想 不出想 还旧 当有想者 为道想 当无想者 为无色想 不理想者 为不理经形想 当理想者 当理生死想 不出想 为无道想 不出十二门 还旧者 为人生死便不得托 这里讲到呢 有四种所有对 所以叫做想 那么就是当有想 当无想 不理想 当理想 这四个呢 这四个呢 都是想 后面呢 有具体的解释 那只要我们有想 就一定有对 我们想要无想 那也是有对 不理想 一定也有对 当理想 还是有对 在大声佛法里面 其实不灭出想心所 也不灭出第六识 因为要用这个第六识来修行 我们修行的全部过程 能够主动修行 想要修行 都是第六识的功劳 所以这个第六识能把人拖到轮回里面去 第六识也能从轮回里边把人拖出来 然后解脱 因为第六识呢 它的最大的功能 就是它能够有念头有想 能够发心 能够修行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 我们要灭除第六识 好 灭除第六识 如果是小胜没有错误 可是你要在灭除第六识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要有念头要有想 最后你正到那种高的境界 最后一个环节 使第七识下定决心 灭除全部的第六识 自己第七识也灭掉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灭掉的 你也没有能力灭掉 要全部解脱到的道理 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实践 而且实践到最后一个刹那 要正得无余涅槃之前 才把第六识 第七识断掉 在这个之前 仅仅正到有余涅槃的时候 也不断除 因为然还在 还要继续和众生在一起 还要听佛文法 所以直到进入无余涅槃的前期的时候 才做这个决定 把它断掉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烦恼了 所以它有能力可以断除 当然 这还要再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具解脱的阿罗汉 一种是会解脱的阿罗汉 具解脱的阿罗汉有高深的定力 有灭禁定的这种本事 所以它可以想什么时候断 就什么时候断 想什么时候进入无余涅槃 就什么时候进入无余涅槃 而这个会解脱阿罗汉 它有智慧 但是没有高深的定力 所以它不可能随时断除 第六识 第七识 随时进入无余涅槃 它只好等待因缘 等到这个色身不能用 或者碰到什么突然灾难的时候 这个肉身要坏掉 那么它就舍弃肉身 永远也再不要下一个身体 永远也不再要新的第六识 因为它用智慧已经断除了所有的烦恼 它也能做到 但是不能够主动做到 要等到最后舍爆的时候才可以 下面呢 就说不出响还救 那么 就说前面这四者都不会离开这个响 由于不会离开这个响 那么就还是在轮回当中 下面会有具体的解释 按照佛的经法来讲 那么有想 当有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还应该有修道的想法 要有修行的想法 这个不能断除啊 断除了以后怎么修道呢 那当无想者是什么意思呢 为无色想 无色想就是不执着于自己的肉体 不认为自己的身体是自我 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应该 应该呢 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对于自己身体执着 妄想的这种想法 因为这个身体不是自我 不理想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理经形想 这个经形啊 不是我们散步的经形的意思 而是说 不理我们按照佛经讲的道理去实践的意思 要不能 要不理这种想法 当理想者应该是什么 应该离开生死之想 因为生死是众生的妄想 事实上没有生也没有死 这是在我们生命的本质上讲的 在生死轮回的现象 有生有灭上面讲 我们平常都还说 有生有死 但是要解脱 要成佛 就必须在没有生死这个地方要突破 我们大圣佛法修行的时候 不断除第八时 第七时 第七时和第八时一直在一起工作 那前六时呢 他在生死当中 在我们舍抱的时候 他就断了 你不让他断也不可能 因为本来就是有生有灭的法 但是这个第七时在生命的长河之中 尤其是修大圣法 他永远也不断的 他不去断除 故意要流祸润生 所以生生世世 长青扑杂到 他不断 断了以后就不能转世 那么第七时 第八时他不断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生 也没有所谓的死 这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不生不死的 那要死的是什么 要死的是第六时 或者说前六时 要死的是这个色神 色神没有办法 老了 摔朽了 不能用了 所以就要换一个身体 那下面说 那不出想是 道计是什么意思 是无道想 不出十二门 我们在新经里面看到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得 因为我们不了解六道轮回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了解成佛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会有种种的妄想 会有要发起修道的这种想法 去发心修行 那么在究竟的意义上来讲 无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也是佛为我们铺设的 方便善巧的法门 后面甚至说 无智亦无得 乃至在金刚经里面说 没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让我们去得 这个是在究竟意义上讲的了 所以这里说 不出想呢 就是无道想 这是在究竟意义上讲的 因为大圣佛法嘛 讲的时候 总是深浅都在一起结合的 那这个不出十二门 抱歉 我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下面讲还救者 为人生死便不得托 还救者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究竟解脱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一定会还在生死当中 还救生死 仍然在生死之中 这个简单说嘛 叫还救 所以他解释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仍然有生死 不能脱离 因为你不能够无道想 你不能够出十二门 十二门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究竟在讲什么 但是道理呢 一样的 就是我们还是有想 既然有想 就一定还入生死 比如说菩萨有想 因此菩萨还入生死 还不能够得托 什么时候得托呢 在菩萨来说 正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 得托分断生死 为什么 因为到了第八地的时候 就完全断除了从初地开始 流霍润生 专门留下来的那一点点烦恼 那个是故意留下来的 可以断除 但是不敢断除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能力 一旦断除了 最后一点点烦恼 结果呢 像小圣一样入了乌鱼涅槃 入了乌鱼涅槃 没有身体 没有思想 不能再学佛了 不能成佛 麻烦了 也无法度众生了 好 我们看下一段 身辟如地 善意如何 恶意如草 不去草惠 何时不成 人不去恶意 意不得到 好 我们先讲这一点 身体啊 好比大地 我们人有善意 好比是装甲的和苗 但是呢 起这个恶念 恶心 恶意 就好比是杂草 如果不去除这个杂草 那么和苗呢 就不能够很好的成长 所以这个农民种地呢 要经常的除草 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 有的时候撒那个除草剂 这科学家也真有本事 那个要撒下去呢 只灭杂草不灭庄稼 他有这种分别能力 所以说呀 人如果不断除自己的恶心 恶念 恶想 恶意 不断除的话 就不能够得到 不能得到的意思是两个 一个不得解脱到 就是说不能够正得无欲涅槃 不能够得出六道轮回 不能跳出六道轮回 那第二个意思不得到 不能得大圣的成佛之道 不能究竟成佛 所以呢 要去除自己的恶心 恶意 恶念 恶想 对我们修行人来说 非常重要的 所以持戒 大声的持戒 要在心意上 在心地上下功夫 要断除自己任何不好的念头 如果有恶念 恶意升起 要马上警惕 立刻去忏悔 忏悔就能够消除 如果不懂得惭愧 如果不懂得惭愧 不懂得忏悔 人生极力 善意如电 来极明 去便复明 邪念如云复日 时不见已 恶意起不见到 人如果有称慧 称慧 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愤怒 生气 这个就叫称慧 所谓一念称心起八万丈门开 我们要有称恨心一产生 那个障碍就到来 这种事情在修行当中 屡试不爽 你要没有称恨心 大家看你挺和善 不错 就和你亲近 愿意和你修学 你长期的呢 和善 不生气 大家呢 对你的生气更加敏感 如果是你一个经常生气 大家长期习惯了 说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样子 生完气一会儿没事了 也还好 你老是不生气 你偶然生一次气 大家记得很清楚 就会想啊 这个人 我们没想到他这样的没有修行 这么厉害 还是离他远一点 敬而远之 如果你再发生几次火 人家可能就不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出了不好的样子 人家说 哦 修行人还是这个样子 比有些不修行的人还不如 当然 他这个说法 未必就周详 因为有的时候 虽然 我们贪嗔吃慢衣的习气很重 但是呢 也许这个人能够断除 建议处处的烦恼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称惠呢 他属于五顿时的方面 就不太容易断除 时时有可能生气 但是从我们修行人来说呢 如果自己有这种毛病 有这个习气 要时时刻刻的警惕 不是好事 自己心里要清楚 不能够认为发一次火 没关系 时间长了 大家了解了 我就是这样 没事 不能有这样的苟且的思想 如果我们有晨惠 那就好像呀 不但是在地上长了杂草 而且是有了吉利这种杂草 什么叫吉利 我原来最初开始建百零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 现在地下都铺着大石板 石板下面是水泥 根本不可能有杂草 从里面长出来 过去铺的 除了那个从山门 到大殿这一部分呢 是那个大水泥块 大概有有有半尺厚 有一尺半方 这样的大水泥筷子 那么水泥筷子呢 就直接放到地上 这个一块和一块之间 也也没有水泥 就是土 那么从那个水泥筷子中间的那个缝隙 水泥筷子中长出了很多的杂草 旁边的地下那就更多了 问题是道路上它有啊 道路上这个必须除掉的 为什么 那个吉利啊 长得像指甲 像大拇指甲那么大 很大 四年都长出那个尖角 尖尖的硬硬的 脚一踩上去 那个胶鞋就被穿透 那么厉害 所以必须拔掉 如果不拔掉 那么相克或者信众来了以后 就会扎伤脚 小孩子跑摔倒了以后都很危险 所以人如果有称慧啊 就像地上长了几粒 你会扎人啊 扎人不单是扎到人的情绪啊 他会扎到人的心里边 扎心啊 所以有的人说 你这个人说话会扎心 真的是这样 说善意啊 如电 去变复明 我们平常人修行 这个污秽的念头比较多 非常纯善的念头 其实比较少 那通过慢慢的修行才能转化 那善意一开始 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 一闪就没有了 然后又变成一堆污名 所以不是没有善念 善念一闪就没有了 所以要让善念能够连续不断的话 那要有功夫成片的这样的功夫才可以 否则的话很难了 那一个是光明的明 来极明 如果是善念 善念一起 在那一刹那 恶念没有 因为两个念头不可能同时存在 那么如果这个善念过去了 离开了 那么黑暗又到来 这个黑暗这个明呢 是一个图宝杆 然后一个字日 下面一个六 发音呢完全是一样 明二声 所以要是听声音听不出来 不知道哪一个明 邪念如云复日 起了邪念以后 好像乌云把太阳折住了 时不见矣 那个时候折住太阳以后呢 太阳就看不见了 意思是光明没有了 恶一起不见到 如果我们经常有恶的念头升起的话 你不可能见到 所以要用禅定来压抚自己的烦恼 降抚 让它不起现行 定呢有这个功能 所以那些外道能够正道四禅八定的话 他们平常的这些烦恼不升起 可以扶住烦恼 但是呢不能断除烦恼 这是重大的区别 所以外道即使修道非想非非想定 仍然在六道轮回里边 因为它不能断除烦恼 全部的烦恼只是靠定的力量辅助 那有人修定呢 上座就有定 下座就没有定 因此在座上没有烦恼 很清凉很自在 所以很愿意打坐 下了座以后 一出定烦恼一救 我们平常人这种人不难见到 而且 修到一些定的时候啊 就会比较骄傲 就会有傲慢的心理出现 因为在禅定当中可能会知道一些比较殊胜的境界 那么别人没有啊 你连这个也不懂也不知道啊 确实它比别人强 所以生起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 在你恶念升起的当下 没有光明 一片无明黑暗 那你怎么能见到呢 没有光明 怎么能够看见道路呢 所以修行的道路你看不到 你不能够见到 见到的意思就是正得见到位 小圣是须多环 大圣是明心 在净土宗来说 就是花开见佛悟无声 能够悟得无我的这个真理 好 第二讲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